胖子很能说,一路上嘴巴就没停过,谈他当年在西部上学时听到的异事,奇闻都带着十分明显的神秘色彩。 藏地多传说,有些故事在当地流传很广,一些记载都可查到源头,确实引人圣圣,相邻座位的人都听得很入迷。 你们可别当成神话听,有些曾真实发生过。 胖子很认真地说道,听他掉胃口,有人催促他快讲。 我曾在一座破庙中看到一头小藏壕守着一只垂死的老狗乌叶,那小狗仔的双眼居然流淌金色的眼泪。 周全说道,是,一群人发出嘘声,都不相信,这也太能扯了,根本就不现实。 千真万确,我亲身经历的。 周胖子急眼,拍胸脯发誓,所言没有虚假。 我事后回想,可能是他那金色的瞳孔太璀璨了,硬照的眼泪都成为了金色。 胖子解释,你要是看到那样非凡的藏壕幼崽,还不立刻冲上去抱走,带回去好好训养,现在他在哪里? 有人笑道,哎,我倒是想带走,可那破庙里还有个年岁大的吓人的老喇嘛,没法沟通,不让我带走。 据周全说,那庙宇破败,坐落在荒芜的高原深处,一年到头也去不了几个人,寺院都快倒塌了。 那老喇嘛年岁极大,耳朵有些被,交流起来十分困难。 到最后,周胖子才听懂老喇嘛的意思,那头幼小的鳄犬不属于谁,终究是要进圣山的,他日后可以降魔。 不过,那小鳄仔的力量的确大的吓人,咬住我的裤脚后,直接将我摔了一个跟头,很古怪。 周全提到当年的事,脸上依旧有怪异的神色。 其他人不信。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? 楚风问道。 因为,他在昆仑山就遇到过一只神威灵灵的鳌,屠沙山中的猛兽,轻而易举,远超同类,的确非凡。 大概三年前吧,周全答道。 列车呼啸,窗外的景物飞快掠过,一路东进,最后离开了高原。 买了这么多食物,周胖子一点也不见外,上来为楚风分担, 还问他哪些好吃。 这些神灵种子的口感都不错。 楚风答道。 傻。 周全一脸不解。 你不是说,神话中一些人物可能是种出来的吗? 我觉得,这些可能是神种。 楚风指向兰花豆,以及一些坚果等。 周胖子一脸无语的样子,像嘴里猛塞东西,含混不清。 道。 神种味道确实不错。 周围的人都笑了。 哎哟。 突然,周全咧嘴,痛叫了一声,从嘴里取出一颗豆子。 我说兄弟,你从哪买的兰花豆,这还能吃吗? 比铁块都硬,我的老牙都快断了。 他呲牙咧嘴,一脸痛楚的样子。 当的一声,他将一粒种子扔在桌上。 天啊,这么硬,你看杂得当当想,这都什么年代了,食品安全一直都没法解决。 周全愤愤不已,捂着腮帮子。 楚风吓了一跳,因为这可不是兰花豆,而是石盒中那颗还算饱满色色枯黄的种子。 他拿出来,想请周围的人看一看到底是什么,可一路聊天,将这事忘了,随手放在坚果等吃的旁边。 天杀的,还讲不讲良心,这根本就不是一颗豆子啊,这是什么东西。 当周全看清他的形状后,顿时怒了,嚷嚷着要记下食品包装上的生产厂家,回去投诉。 楚风略有心虚,但还是坦言了,告诉他这并非食品包装里的豆子,而是他从高原带回来的种子。 周胖子顿时牙火了,一张脸憋得通红,一副很难受的样子。 周围先是安静,而后一片哄笑声。 周胖子憋了很长时间,猜到,兄弟,你可真不讲究,这东西能随便乱放吗? 这哪里是种子,是铁块啊。 楚风也笑了,为他挑选各种坚果赔罪。 同时,他将三颗种子都放在桌上,请教周围的人到底属于何种植物,当然他没说出三颗谷种的来历。 这颗圆得像豆子,但又不是。 怎么还有一颗扁平的,不会是被压坏了吧? 这一颗干瘪得不成样子,居然通体乌黑,倒也少见。 人们议论,但没有艺人能认出,都叫不出名字,有个别人猜测是山中的藤蔓种子。 我真想砸碎它,周全鼓着腮帮子在那里轻柔盯着其中的一颗。 别,这可是稀有物种,我还准备种下呢,说不定能长出一位女神。 楚风哈哈笑道,按照周全的说法,还真说不准,其他人笑着附和,跟着打去。 还种出女神,我看多半会种出三个老喇嘛,或者三个老道来。 周全说道,捂着嘴,一副疼痛难消的样子。 一路上,时间过得很快。 可是,当路径某一站时,列车停下后就没有走。 发生什么事了? 停的时间过长,许多人都坐不住了,纷纷起身。 很快,有乘务员告知,前方轨道出现一些事故,现正在紧急解决,很快就会再次上路。 人们坐下,耐心等待。 快看,又出新闻了,这可是大消息啊,空中不仅有漂浮的草类,还有树,这张照片非常清晰。 周全叫道,捅了捅旁边的楚风,是以他看通讯器上的新闻。 真是诡异,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解释不清,这还是我认识的事件吗? 也有其他人嚷道。 显然,不止周全看到了这条刚出现的新闻,其他人也注意到了。 楚风仔细观看,那电子照片非常清晰,应该是在太空中有几株树就那么漂浮着,生命力繁盛。 仔细看,有的树体绿意浓郁,还有的通体橙子褐色,更有血红色的树体,十分古怪。 空中,怎么会出现这些树?所有人都不解。 一时间,列车上嘈杂声不断,人们议论纷纷,这是太怪了,非同小可,容易引起恐慌。 直到列车再次启动,呼啸远行,人们才被分散注意力,声音稍小。 我对这条路比较熟,当年在西部上学,曾往返过很多次。 周全说道,一路上介绍路过的城市。 大约一个小时后,列车到了某一站后,又停下了。 同时,周全望着窗外发呆,自语道,不对啊,这一站根本就没有大山啊。 是啊,我也经常走这条线路,附近并没有巨山才对,也有其他人发出疑惑声。 不对,你们快看,那,不是大山,是一株巨树。 有人惊叫,许多人趴向窗口,仔细观看。 楚风带着惊戎,他看得清楚,那的确是一株巨树,太庞大了,跟一座山似的,矗立在远处,快耸入云端了。 这一站有上车的人嘛,问一问他们,到底什么情况? 有人说道,时间不长,有一些人登上列车,到处的实情让所有人都震撼,目瞪口呆。 那是一株银杏古树,在当地非常有名,生长足有数百载岁月了,就在这近日,不知道为何竟开始疯涨。 这在当地引发极大的轰动,许多人震惊。 目前那里已经被封锁,不允许人接近。 原来是真的,前两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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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看到有人发照片呢,结果被莫名删除了,居然真有这事。 车厢中有人惊叹。 这么离奇的事情发生了,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 一棵古树,虽然它存在的岁月较为久远,但也不能在两三日内报偿到这一步,太过匪夷所思。 时间流逝,列车停下后就没有走,转眼大半个小时过去了,还停在这一战地呢。 乘务员解释,前面又出现突发事件正在解决,很快会上路。 列车上,人们无法平静,在谭纳珠古树,在议论太空中的诡异数目,这些不会有什么关联吧。 到了后来,人们实在等不起了,有些人下车去走动。 周全也下车了,但很快又回来了,脸色十分古怪,道,你看我挖回来,一株什么植物。 在他的手上,黏着一些泥土,攥着一株平日常见的野草,但是而今,它有些特别,绿盈盈,生命气息浓郁。 此外,它还接着一颗通红的果实,足有拳头那么大,散发芬芳气味。 这可是大发现啊,一株杂草长出了鲜红的果实,香气扑鼻。 周全颤声道,楚风感觉后背一阵冰凉,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,竟开始发生异变。